台南雪甲地区施木鱼的养殖重症 上个月2324号遇上寒流 养殖渔民就担心恐怕血本无归 还好当时虽然冷但没有下雨 鱼池挺过干冷挑战 还有渔民还领到水产保险的理赔金 共有47件渔民投保 预计拨付668万元理赔金 47件渔民投保温度参数养殖水产保险 达到理赔条件 餐险公司启动理赔作业 预计拨付约668万元理赔给付 雪甲的温度状况的话 刚好都有机会在保险状况下 就是说我们可以投保 但是我们可以领到一些钱 又不会做赔本的动作 虽然政府鼓励养殖渔民投保水产保险 但是因为保费并不低 而且得连续10个小时以上的低温 才能理赔 市场条件对渔民朋友来说并不亲切 保费来说我们是觉得不太合理 以换中来说 哇 残险 可是残险来说 我们真的如果万一鱼真的死掉 也赔不到 也赔不到那些 我们说坦白讲的是这样 保险支付的金额 每分地要14000元左右 要不是政府补助了三分之二 渔民根本保不起 而低温得连续10个小时以上 才达到理赔条件 让很多渔温主抱怨连连 海风就是说他在两点开始到三点左右 那时候有海风吹过 吹过的时候有时候温度就往上拉 好像就没有连续 但是实际上是真的很冷 还好公部门持续推广鼓励 让越来越多养殖户接受风险分摊的概念 不再只是一昧的仰望灾损补助 渔民也希望政府滚动检讨保险条件 让制度美意可以更争与完善 明星文中博李俊明台南市报道